今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到今日,我未試過有一個事項在香港, 擾讓了半年,越搞越亂,越搞越荒謬的。 這個沙中線、紅磡、越台的醜聞,現在去到的地步,就是專家也有說法,律師也有說法, 個個講一些不同的合格律,首先我想和社會分享一下, 政府接受人和這些螺絲舞,當時人和是做過一個測試, 其實是測四樣東西的,是要測拉力和壓力和一個叫拉力及壓力的循環測試, 和一個叫延展性測試,延展性測試就是拉的時候不可以多過1毫米, 要四樣東西合格才為之,那顆螺絲舞是合格的。 當時他們這個報告就顯示要扭入10個圈,即是40毫米, 才可以符合那四樣條件。 那其後呢,政府讓步了,就說超聲波有加減3毫米, 那37都收貨了,那就出了37了。 那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那麽,禮頓的律師呢,又說,原來30都可以的, 港鐵呢,早前就找了一個專家,竟然說24都可以的, 那麽奇怪呢,港鐵的專家說24都可以的, 但是港鐵的律師呢,又說32喔, 那麽好明真是社會的反彈太大了,那麽不如說數吧, 那麽現在搞到,好像街市賣菜,在那裏講數, 一部,個個想降低個不合格率,但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他們全部講的,都是四個測試之中,其中一個呢, 就叫做拉力的,少過10個圈,去測試其他生產的, 從來沒有交過報告的,沒有人做過這些事情的, 那你想一下,到底現在發生什麼事? 所有持份者,找他們的專家,找他們的律師, 全部,是有些誤導的成份, 即是跟香港市民講的,這些是得的,不用40毫米的, 原來呢,他只不過在講四個測試,其中一個叫拉力, 另外三個就隻字不提, 那麽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我真的對最近,那個聆訊, 那些專家和那些律師講的東西,是越來越失望, 我不知道為什麽在香港, 有些那麽,就是, 怎麽說呢, 高知名度的機構, 可以用一些這樣的說法, 想企圖轉移視線, 很簡單的, 大家想清楚,千萬不要看報紙被他們騙了, 現在其實有兩個議題, 一個是什麽為之合格, 另外一個呢, 就是, 到底, 不合格多少, 月台要拆, 或者要加固, 搞清楚兩件事先, 什麽為之合格呢, 我是站在政府那邊的, 目前唯一一個測試做到, 是四樣東西都, 他時呢, 就是扭入十個圈, 少一個都不行, 那麽如果他們想講數呢, 麻煩他自己去做測試, 如果他有本事, 譬如港鐵, 二十四個毫米都可以的, 他就拿去做咯, 如果二十四個毫米, 另外三個都pass, 我, 第一個出來說應該降到二十四天, 那麽事都沒有, 不用說了, 這是第一, 但其實我覺得呢, 他們大家主要的對象, 不是這件事, 他們主要的對象呢, 其實就是說, 就算有這麽多東西, 肥佬呢, 月台呢, 是真的, 是不用拆的, 又不用加固的, 那麽很簡單的, 我今天只不過有一個訊息, 告訴李頓和港鐵聽, 你有本事, 就找些專家出來, 看著電視鏡頭, 拍心口說, 就算有四成, 鋼筋, 達不到三十七毫米呢, 是不用拆, 又不用加固, 什麽都不用做的, 啊, 如果你找到一個專家, 夠膽出來說這件事, 那麽我就覺得他們, 是, 真是對焦了, 但粗話我聽不到, 我是很歡迎有一個專家出來, 夠膽這樣說, 就是說呢, 其實政府這次呢, 是帶了十個球規, 其實遠遠不需要那麽多的, 萬幾支鋼筋就可以了, 要怎麽搞二萬六呢, 那麽, 那當然, 如果他有專家出來說, 那麽, 政府的專家如何反駁他呢, 各位, 好戲在後頭, 我就跟大家說一聲, 這件事燒下去, 半年之後,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結論,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結論, 我其實很不愉快, 在所有的, 都已經是推特、 各項員, 各項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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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員的提及, 各項員的, 各項員的提及, 各項員的, 各項員的提及, 因此,全都是只有一套的四个试试 那是必须政府的试试 没有提及其他三个试试 政府在37mm 基于只有一个试试 BOSA经过了一段时间 这些试试说你必须有40mm的传统 在这些试试 这些试试的试试 这些试试试试 各种试试 试试的试试 一试试的试试 他们的试试 这些试试 这些试试 能不能通过40mm 所以我认为 我非常感激 这些试试 这些试试 基本上的试试 都要把公司的试试 剪明的试试 分别提及 最重要的试试 是 会否认为 多数个试试 或者是 40%费率 是否认为 没有实际 我听到 没有人的试试 会否认为 我期待 如果那天 那天 那天 是一些不同的事情 所 yay was should be the passing rate be before we have to devolvish the whole platform is one issue that's the issue everybody is concerned with arguine about what is the passing rate is a non-issue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only quoting one test out of four and they're all misleading so I stand behind government's insistence of at least 37mm as the passing rate Alright, so now I welcome any big experts to come up and say that with a 40% failure rate, there's actually no problem We're all set All the problem is government because government is making the safety factor too high Okay, and they have cheated LegCo because they have asked LegCo for more money than is needed Now, if experts come up and say that and other experts concur As a LegCo member, I would be very disappointed in government too Why do they ask for so much money, building SCF When in fact it is not needed Alright, that's another key point So, this story has a long way to go That's all I can say